生姜与茶叶 方济有姜茶饮 五虎汤 太上五神茶 柴虎纸菊汤 生姜味心 性微温 入肺 皮 味筋 宫膳发表散寒 形气和味 辟恶解毒 茶叶味苦 干 性微寒 入肝 心包精 宫膳清头目 立二变 驱弹热 下气消食 止渴除烦 二味并用 心开苦蟹 生清降灼 寒热相继 调和阴阳 驱在表之风寒 化胃肠之机制 为治疗泻泻 立即 感冒 腹胀等简便异形之效方 生姜 茶叶常用五到十克 姜 茶均为寻常服食之品 亦为一家所乐用 将具心散温通之性 若冒风感寒 涉水淫冷 以致寒热身痛 鼻塞流涕 碗门纳简 饮用姜汤一杯 可奏家校 有民间艳芳一则 采新鲜紫苏一握 加入生姜树片铜肩 至风寒感冒初起 服后取汗 见效慎素 将能入肺散寒化饮 入味和中植藕 入皮化石辟会 并能解生半夏 生南兴之毒 为炮制药材所必须 将又能解鱼蟹之毒 为烹调所必备 但将温热助火 因须燥热之体用之一慎 茶具苦谢之性 性寒又能清热 燃其得春露之滋润 采摘时嫩芽出露 又有生发之功 是以前人为其属阴中之阳 可生可降 尚可清头目 下可立二变 并可驱谈力水 清热解毒 提神益之 茶能助消化 去油脂之腻 解至脖之热 化酒食之机 为其性寒 脾胃虚寒之体 不宜多饮 有产于福建之五宜茶 书载其醉消时下气 醒皮解酒 又为诸茶性皆寒 为弱者识之多亭饮 为五宜茶性温 不伤为 凡茶辟亭饮者一知 至于茶经发酵 花至 性未有别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茶叶善之力及 腹泻 历代本草记载甚多 而江江 茶也于一炉之江茶饮 亦是历史悠久 据宋代苏宋云 崔元亮及艳方载 赤赐江茶至立方 以生姜切细和好茶一两碗 任意虾汁便拆 若是热力 留江皮 冷力 去皮 大庙 宋代阳世营进一步阐明其方意 江茶至立 江筑阳 茶筑阴 并能消暑 节酒食毒 且一寒一热 调平寒热 不问赤 白 冷 热 用汁皆凉 生姜切细 与真茶等分 心水浓间浮汁 苏东坡以此至闻禄供有效 以一方而统治赤 白 冷 热 珠立 实属罕见 盖无论冷 热之立 均有机制运于肠间 所谓无机不成立也 除酒立以用固色或通色互用外 致立以消积化制为大法 茶叶苦谢化制 生姜新鲜通阳 如丝则积至一消 江 茶并用 可以生青阳 亦可降灼阴 不可调皮为生降之机 比中气有权 再表之风寒一散 再理之欲热一清 临床所见 江茶饮指泄立之腹痛如神 盖泄立之腹痛 多元冷热夹杂 以至阴阳不合 生姜新味已合阳 茶叶苦味已合阴 阴阳和则痛之矣 至于前人至热力 留姜皮 冷力 去皮 盖原姜皮性良之故 用药备见精神 以鱼之体验 将茶饮至饮食不节 过时肥干或饮酒过量 以至腹痛腹泻 疗效最佳 并可用于感冒风寒 肩渐消化补粮之后 立即便下浓血 初起肩症不慎重 用汁液有效 若肠肩毒热慎重 下粒浓血无度 当随症致之 恐其粒有味待 鱼用此方 一般取姜 茶各六克左右 先将茶叶至杯中 生姜切片入锅内 放适量水烧开 再煎三五分钟 然后以姜汤冲茶 四烧温频频饮之 一杯饮尽 可附对入开水 再饮 若见正寒邪偏重 浊增生姜之用量 热邪偏重 浊增茶叶之用量 历代相传以姜茶饮扩充之良方甚多 如本草钢木所载之潭也翁方 至风寒无汗 发热头痛 用核桃肉 葱白 细茶 生姜等分 倒烂 水一中 煎七分 热服 复一取汗 此方用意甚佳 将 茶并用 能散外寒和中焦 五入葱白通阳发汗 亦增表散之力 核桃肉乃一身温阳之品 此方用之 乃浮正脱鞋之意 此方由适用于高年体衰 或阳虚肢体感受风寒之症 令如本草钢木时宜所载 一方即听之五虎汤 治疗肚障症 为凡人肚障不思饮时 用五虎汤制之 用核桃 传胸 紫苏 雨前茶 以上要先煎好家老姜 砂糖在汤内 急服 此证带应感受风寒 或参风速禄 自食冷饮 致使中阳困顿 气机组制 蕴化食丝 故以温散寒邪 行气散结为主 此方之令一意是五脏尖条 取核桃补肾阳 亦火生土 老江温疲痒 散寒辟饿 紫苏畅废气 宣散表寒 穿胸条干气 注目疏土 茶叶清新火 倒热下行 砂糖调和猪药 此类用法大抵触于民间 祖方似乎欠规范 使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本草钢木时宜还在有经验 广集之太上五神茶 致伤风咳嗽 发热头痛 伤食吐泻 用尘系陆安茶一斤 山楂蒸熟 外芽 紫苏 陈皮 厚浦 甘江聚草 各思两 默默 瓷器收住高造处 大人美孚三前 小儿一前 感冒风寒 葱 江汤下 内伤 江汤下 水泻立即 夹江水间 陆一宿 赐澡空心温服 未辟恶和中 散寒化至之良方 将 茶这一药队 不仅可用于立即 腹泻 感冒 腹胀诸疾 从调和寒热这一角度取一 意为后世一家所引用 如清代一家鱼 根出通俗伤寒论之柴壶纸菊汤 要用穿柴壶三到四点五克 纸壳四点五克 将拌下四点五克 鲜生姜三克 清子琴三到四点五克 结梗三克 心慧皮四点五克 雨前茶三克 纸伤寒少阳正 寒热往来 胸邪皮满 或痛或呕 或会 其所指伤寒 包括风温鼠湿等温热并在内 方用柴壶书籍打表 黄秦清热合理 二位为何解少阳之主要 携传少阳三胶 逆于胸邪 气机必阻 必有湿热弹灼内欲 故用止 菊 菊 半宣畅上中二胶 比气化则失灼异化 吻合夜天室用清苦微心之品已开泻 玄通气质已达归于肺之指 附用生姜以柱柴壶书达 茶叶柱黄秦以清谢 共奏和解答邪之功 考章是一通有柴壶纸菊汤一方 要用柴壶 黄秦 半夏 人参 甘草 纸壳 解梗 生姜 大枣 细章重景小柴壶汤家纸壳 解梗而成 较之重景原方 其宣通开谢之力胜 而于是此方则从张禄之方脱胎而来 以将茶为和解之柱 立方清零可取 深得便通化才之妙 凡丰文蜀师携玉少阳三交和解一参开谢 于是为之示范 绝功甚为 谢谢 谢谢大家